柯文哲被問到說 那要不要讓蔡壁如回答 他說蔡壁如回來喔 我不知道 你問那個發言人 真的知道發言人說什麼嗎 發言人說 欸我去 我們看主席意見 問主席 大家互推對不對 丟來丟去 我們看到民眾黨 現在喊出了所謂2026 要有百人千人這樣的計畫 這是柯文哲喊的口號 但其實對內好像似乎搞不太定 雨萱要帶我們來看看 其實在今天我們看到 民眾黨中央有開這個會議 那麼說蔡壁如能不能回任 中央委員開會之後沒結果 要等柯文哲來財事 但現在又傳出這個蔡壁如 好像要去台中當市府顧問啊 對了毛主席萬歲 每次看到柯文哲的機會 我就忍不住想要喊這個 毛主席萬歲 柯主席萬歲 那搞什麼啊 柯文哲每次從過去叫做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還有一個別名 AKA叫五五計畫 那現在突然搞出一個 這個一百一千計畫 等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下 過去共產黨最喜歡推的什麼 哎呀什麼千人計畫啊 十四五規劃願請 反正就是玩那種數字口號遊戲 對 口號很會喊 你民眾黨到底能不能做得到 這是最大的問題嘛 我就跟各位一個概念就好了 請問民眾黨這一次 區域立委提供多少人 提了十一個區域立委 那你十一個立委裡面有當選幾個 ZERO 沒有當選的 欸十一個都搞不定 然後為什麼呢 因為跟你中央要人沒人 要錢沒錢 蔡壁如都跟我們講了 倉庫也不少人去 你說這個前提跟狀況之下 你現在敢喊出說 你要弄出一百個議員 然後一百個這種鄉鎮市里長 有可能嗎 跟各位報告 絕對沒可能 絕對不可能 你直接先斷定了就對了 因為柯惟哲跟你講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說我想是這樣 退出這個百人千人計畫 我跟你講 2028年做為這個地方上的組織跟經營 他講到一個重點 他一心還是想他自己嘛 他的目的是說 我作為一個黨主席 未來我2028年還要選選舉 還要選總統 有你們這些小草比較大張的 也是小草 在地方幫我扎根 這樣我才更容易選得上 但各位你以為地方這麼好選嗎 我跟各位一個概念好了 全台有幾個議員 910個 所以你今天要選上100個議員 等於是說你要拿下將近9分之1 10分之1 那過去民眾黨總共拿幾個議員 全台灣10個而已 所以代表你要擴增10倍啊 來選議員你要什麼 要看板要經費要競選總部 要人 再來選里長1000個對不對 你要什麼監票人員 加起來就三四千人 而這些經費都要從哪裡來 客人沒打算出啊 可是還有兩年啊 要賣房啊 他沒打算出錢嘛 你根本沒打算出錢 給他五年都沒有用 他就不出錢不出人嘛 因為過去在立委選舉期間 已經演過一次給你看 柯文哲他真的要什麼 他只想要免洗嘛 就不用錢的我都好啦 就是你買來就來啦 管你什麼青菜蘿蔔 國民黨民進黨不要的 提名不了的 都來我這邊 當我亂槍打鳥 反正能選上 就當作好運 讓我賺到 但選不上他會怎麼樣嗎 他也不會怎麼樣 反正他也繼續照顧走 那麼好 我們講完 這叫做他的百人簽的計劃 但現在回歸到一個問題 這個文華姐 請問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豬肉嘛 就豬肉嘛 對啊 我們是不是討論了老半天 結果柯文哲有沒有被問到 有 柯文哲被問到 真實在柯文哲被問到 那他回答什麼呢 好像沒印象耶 他說回答說 好啦好啦什麼 什麼豬肉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欸那個 欸那個不好意思 那個便當訂好了 便當 便當來了 他一點點 完全沒有回答 這真的一件事情嘛 他關心便當裡有沒有豬肉啊 對嘛 豬肉不重要 民眾到底在吵什麼 吵中央委員 吵家務室 吵說到底要不要讓蔡壁吳回來 你說好 你要弄外面的事情 但你家務室可以處理好了 就算了 結果文化警察他連家務室都怎麼樣 欸 都一問三不知 就在今天 柯文哲 被問到說 那要不要讓蔡壁吳回答 結果文化警察他說什麼嗎 他說什麼 他說蔡壁吳回來喔 我不知道 你問那個發言人 真的知道發言人說什麼嗎 發言人說 欸我去 我們看主席意見 問主席 大家互推對不對 丟來丟去 沒有人想要回答 是不是講了 對外他也搞不定 對內也處理不好 但他有一件事情呢 反而這個特別精明 這是他最擅長的 最專業的 這件事情叫做 寄生XX 過去柯文哲最厲害是什麼 寄生民進黨 對不對 寄生到2014年 選上台北市長 然後後來呢 轉到藍白河之後 變成寄生誰 寄生國民黨 他現在沒辦法 他現在沒有人可以寄生 他有台北市政府嗎 沒有不見了 他雖然你看 又穿著台北市政府的夾克外套 因為內心非常空虛 想說我如果不穿著 我就跟大安森林公園的阿伯 沒什麼兩樣 沒有工作 你說新竹是有辦法寄生嗎 也沒有辦法寄生 所以他現在找到一個新標的 寄生國會 黏著 禮拜二禮拜五 照常去國會上班 然後呢 因為也沒事情做 就在那邊散步給你看 阿伯走路來 大家來看來看 但現在更過分是什麼 他現在跟國會報告 他說未來的黨團要嚴格限制 相關人等以及記者的進出 各位阿 有這樣管制的嗎 有人這樣做嗎 我才書學潛 我待在立法院 待了快十年之久 沒有半個黨團像他們這樣搞的 因為本來黨團就是一個 記者交流的空間嘛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做 馬簡知道嗎 因為他要變成柯文哲的黨部 他們又來了 又計三了 把立法院黨團當作 民眾黨黨部在使用 結果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竟然跟大家說 有啦有啦 我們現在各地都有很多 零星的黨部啦 會啦 我們年後呢 會找這個新的地點來弄工作 黃花姐你覺得他最後 真的會找新地點 但他會不會去 我跟妳保證他不會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那邊沒有美光燈嘛 他去那邊散步沒有人要拍他 沒有人看他嘛 當然是立法院這邊熱熱鬧鬧 在這邊走來走去 記者都會堵著他 圍著他很開心吧 連一個瘦肉精都回答不出來 還整天想要沒地方 只會在那邊便當便當 你還是回家領便當算了 聽問你怎麼看柯文哲喊出的 這個百人千人計畫 有這麼樂觀嗎 辦得到嗎 我要講喔 他以前在延安的時候 就說要學共產黨怎麼鬥國民黨 是 所以他現在正在做一件事情 你看到在民眾黨內部來講 現在誰光環最多 黃珊珊 黃國昌嘛對不對 大家都聚集在立法院 他為什麼每天都要跑去立法院 因為那邊才有美光燈嘛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我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了2026 2028 我如果都沒有美光燈的話 我怎麼辦 那如果從今天開始到2026 如果我有自己的子弟兵 我就不怕這些人在那邊 鬥來鬥去的情況之下 忽略了我嘛 這什麼意思呢 我舉個簡單例子 毛澤東最喜歡用什麼東西 毛澤東共產黨內部 大家投人在鬥來鬥去的時候 他找紅衛兵嘛 未來這100人1000人 就是他的紅衛兵 就是他最基本的基礎 我直接挑到 直接訴諸紅衛兵 然後我直接什麼 我可以超過 不然你想想看嘛 黨內有蔡壁如 有這個什麼 謝麗公 有這麼多人 你這些人人才不用 這些人都在這次選舉當中 他們都有盡過力的 而且能夠打過選戰的 你這些人 就是所謂的你百人千人 為什麼 他掌握不住嘛 掌握不住怎麼辦 我重新招募另外一批人 來做什麼事情 來做黨內鬥爭嘛 因為這黨內鬥爭 只屬中央 只屬黨中央 只屬黨主席 只屬柯文哲 對 只屬柯文哲 這些全部都是我的小草 不是你黃沙山小草 也不是蔡壁鼓小草 也不是黃國昌小草 所以做的事情在共產黨 這個叫做紅衛兵 在國民黨這個叫黃埔軍校 也就是說這全部聽屁於 蔣介石的校長的這個話 也就是說我要北發 我要怎麼害自己的軍隊嘛 我不可能這邊東臭新臭 因為現在來講的民眾黨 民眾黨是以前的東臭新臭 從藍的那邊挖過來 從綠的挖過來 我現在正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自己做自己的紅衛兵 那這個紅衛兵呢 全部都在捧柯文哲 好 接下來這些紅衛兵要做什麼事情 募款嘛 在地方來講的話 政治現金 募款 這才是他最主要目的 從北到南 台灣的所有二十幾個縣市 全部都我有柯文哲的自己人 然後這些人全部都是 我自己的政治能量 我就不怕黃珊珊以後奪權 我就不怕黃國昌以後奪權 所以這個其實都在那裡跑 他在政治治理之處 你看這幾天來講他非常忙 在思考說我怎麼辦 怎麼到2022的時候 現英美光燈的焦點 對 然後未來怎麼取得2028政權 所以我先有黃埔軍校 我有紅衛兵 未來自來2028來講的話 這些人全部都會立聽我吧 其實黨內來講的話 沒有人可以不聽她的話了 這就是柯文哲的一個計謀 你說這個是蔡壁如的最新的臉書 她笑得非常開心 為什麼可以這張照片笑得這麼開心 因為她的路線贏了嘛 而且她的路線 而且她跟黃珊珊之間的 那個微妙的關係 好像她已經取得優勢了 保安哥你直接看這張貼文 想說沒頭沒尾 很少看到正能發這種貼文 為什麼 你看她說什麼 她說天氣很冷 我們來踢一下足球 哎呀我這個生疏了生疏了 但是還蠻好玩的 跟小朋友踢足球 她就跟國小踢足球 好這整段前面的文字 都實在搞不懂 她的重點到底是什麼 結果放在後面這句話 哎呦這個味道跟節奏不一樣 大朋友勝小朋友勝之不武 這個叫做交流 但是呢大朋友很久沒運動 純交流動動叫 哎這兩句話連續強調兩次 這什麼意思 意思就出來了嘛 請問她會去跟各位報告討論說 我跟國小生踢足球誰出誰贏嗎 當然不是嘛 醉瘋之一不再久 她在講的是民眾黨的路線之爭 今天已經出現結果了 為什麼出現結果 我就問 請問今天是由誰 還去接待韓國瑜 接待游錫慧 邦國超 對她討論的議題是什麼 立法院政務院長 但背後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路線之爭嘛 我們今天跟各位報告過了 蔡碧如先前發了好幾篇臉書 她從頭到尾最近都在關注一件事情 就是民眾黨的路線不能亂 民眾黨必須要定毛 也是你到底要不要反律 對她定的很清楚嘛 蔡錫昌跟游錫君這兩人根本不能信 因為如果他們會改革的話 這八年這些方案 這些法案 這些限改 能不能改 通通都能改啊 你們國會過半啊 所以根本不能相信他們 唯一一條路 我們要作為在野黨 持續監督民進黨 而這件事情今天有沒有發生 這件事情今天有沒有有譜 有了嘛 那她的對立面 誰是小朋友 如果她是大朋友的話 小朋友就是黃珊珊嘛 怎麼可能 怎麼不會可能 我問蔡碧如跟柯文哲跟多久 30年有沒有 黃珊珊跟柯文哲有沒有跟3年 搞不好還不到欸 怎麼會不可能 兩個人一比誰是大誰是小 我跟柯文哲相處多久了 所以這個叫什麼 聖之不武 各位你不要以為蔡碧如 她是什麼吃素的 不對 她這個叫扮豬吃老虎 扮豬吃老虎 這隻老虎過去 她這隻豬吃老虎 她過去有個封號 我幫你跟著叫什麼 寫地址 寫地址嘛 這殺人不見血的嘛 等到你發現的時候 你已經陣亡了 蔡碧如已經在跟你講這件事情嘛 我只是跟你稍微來個過個幾招 見好就收 讓你知道就好 因為現在包括黃國昌也 站隊站在蔡碧如這邊嘛 我們兩個就是一致的反綠 未來作為六成選民 才能對於民眾黨的 生存發展契機有所前進 而你黃珊珊過去 大家主張的論調 叫做綠白河 而今天這個綠白河 甚至是遇到韓國瑜的時候 都還有點語氣放軟 有點求好 有點求老 所以說這個狀況下 請問未來民眾黨 會走哪一條路 當然是繼續監督 執政黨的道路嘛 那這條道路是誰要的道路 蔡碧如要的道路 他說這是地方諸侯的要戶 是對於選舉 對於這些未來 2026要打選戰的人 有幫助的道路 而且這是符合蔡碧如利益的道路 當然啦 而且他前兩天 才跟這個所謂的 柯文哲有一個路邊談話 對 那你說為什麼柯文哲 要去找蔡碧如 因為蔡碧如不斷的提出 阿Q嘛 我就講了 今天你如果不是 是動存到人家的根本利益 也就是你今天跟民進黨合作 未來我在地方上不用混了 蔡碧如會不會去跟柯文哲叫板 當然不會嘛 所以你這樣才懂嘛 什麼面子啊 去否決起來 那都只是小菜 什麼餐會啊 蔡碧如自己都講了 根本不重要 其實我吃不吃都不重要 路線最重要 那誰把這些倉位鬧大的 也是你蔡碧如把這些事情鬧大嘛 一下鬧大一下說不重要跟你講 重點是路線 重點是位置問題 所以柯文哲才會特別難下去要去人一件事情 你蔡碧如還是不是我的人 你蔡碧如究竟是我的人還是 要確定我們的路線 對嘛 所以現在柯文哲有沒有妥協 顯然有嘛 否則黃國昌一個人是沒有辦法 拐出拐人 就這個畫面 對 就在路邊 然後話不投機半句多 然後呢 主主講了只有九分鐘之九 我想把如果柯文哲真心要跟蔡碧如談什麼 什麼黨內大事發展大事 早就開房間也不會讓你拍到 這個東西很顯然他是要跟外界講一件事情 我跟蔡碧如關係沒問題 各位 你不要見風插針 因為柯文哲很清楚 如果沒有緊抓的蔡碧如 我自己會受傷 如果沒有緊抓的蔡碧如 他未來很有可能會走向盧秀燕 變成盧秀燕的人 可能會變成史上終極最可怕的大哥黑 所以我想把你發配邊將 我先跟你保持距離口 這我又怕你跑掉 當然啦 他發配邊將的時候 他沒有想到蔡碧如竟然能夠 創造出如此大洞的 他也不知道嘛 所以他也是等到蔡碧如 跟國民黨合作結合 結果差點扳倒蔡其昌之後 他才發現這個人不容小覷 而且他成為所有國民黨 合作的焦點 合作的矛點 所以現在當然要趕快緊急修補關係 好可以 你說今天那個大朋友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真的 在蔡碧如的眼中 黃珊珊是小朋友 不一定是黃珊珊 但是其他所有人都是他小朋友 請問誰跟柯P最久 我蔡碧如 誰的執行力最強 蔡碧如我 那他之所以會被叫做雪滴子 是有他的原因的 柯P現在的問題是 他當初曾經跟我們的好朋友 某位姓張的好朋友 然後說 那我覺得我現在像漢憲帝 那誰是全城 蔡碧如 所以他把他弄出去 弄到立法院 再把他丟到地方去 等於發配邊疆了嘛 可是他現在發現不對啊 這個人把他丟到一個絕境裡面 他居然能夠長出一棵樹來 離那個蔡碧如其昌只差七千多票 不容易啊 那這個人得要重視他 因為他出去他寫遞子 他出去了以後還是寫遞子 如果這個寫遞子以後不是我管的 他明天飛回來 到別人手上飛回來弄我怎麼辦 被科黑了 你要知道 好嗎 我們那個好朋友叫做張藝善 張藝善已經罵柯P罵了一年了 柯P有告過他嗎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不知道張藝善手上還知道什麼事啊 那誰比張藝善知道更多 蔡碧如 對 所以真正讓柯P害怕的人叫做蔡碧如 所以柯P現在要慢慢的去把蔡碧如收回來 那一方面他也要制衡黃珊珊 然後制衡這個黃國昌 黃國昌 他也不是對他們兩個人有多大的意見 但是柯P的用人哲學 他就是要在底下的人互相逗來逗去 他才覺得我這個皇上像個皇上 他就是有那種在玩人的那種那種引頭 這是一個很多老闆的統治術 可是這個蔡碧如是那麼好玩的人 人家之前他是對柯P一輩子忠心耿耿 然後曾經有人跟他聊天 說 碧如姐 我們只認識他五六年 然後我們就被他整成這個樣子 我相信你受的苦比我們更多 據說蔡碧如兩條眼淚就流下了 就哭了 那個人家要轉述的 他說蔡碧如的確心裡面對於柯P 他投入那麼多 他遭受到這樣子的對待 他心裡面是有感覺的 所以他現在也學乖了 他到底會不會 從此再回去柯P那邊 死心塌地 忠心耿耿 其實是個問號 但是柯P現在也不在乎了 我只要能夠 這個寫地址 我還能拉一下 你不要哪一天反回來砍我的腦袋 這樣就好了 不要殺我就好了 對 其實我覺得柯P跟蔡碧如的關係 現在還在這個微妙的調整期 慢慢可能還要再花一點時間 才能調到一個定位 宇雪 你老實說 蔡碧如已經被發配邊疆了 他已經不在柯文哲的核心了 沒有啊 人家今天就用了這張照片 我到了台中 我到了台中還特別把柯P 那我蔡碧如找來 我把蔡碧如找來 他在我的身邊 兩個來講了很久 我要跟你要先了解柯文哲 對蔡碧如的心理狀態 什麼心理狀態 蔡碧如是唯一提出他做什麼 否決起的人 所以代表對他資根資底很了解 但蔡碧如我們先前跟蔡碧如過 他會是最大一個潛藏危機是什麼 很有可能如果他反水 會變成最大的柯黑嘛 所以柯文哲看到蔡碧如 你知道他心裡想什麼嗎 愛恨交錯 就是說我這個實之無畏 但氣之又可怕 就不知道拿你怎麼辦 所以當蔡碧如不斷的提出呼聲 從念紙到倉慧到一而再再而三 他的發話 而且說他無法跟蔡碧如合作 對他的叫板是在跟誰聽的 跟柯文哲嘛 所以柯文哲這時候跑過來找蔡碧如 他只有一個用意 他要去安撫他 當然說希望說 所以這個動作是安撫動作 對嘛 但是有沒有到位 我就講一個點就好了 過去柯文哲跟蔡碧如 如果兩個人要談話 要密室協商 柯文哲最愛嘛 閉門密室協商 他說沒有密室都是走過場 代表一件事情是什麼 認真要去跟蔡碧如好好的溝通未來 但今天這個不是欸 不然今天這是九分鐘 然後再站在路邊聖洪 然後聖洪還給剛好被媒體野生捕獲到 我才不相信啦 什麼媒體野生捕獲到 這是刻意拍給人家看的 擺拍 就是擺拍 因為柯文哲每次擺拍 習慣性的手勢跟動作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拍背影像蔣經國這樣子 是柯文哲的習慣嘛 那我覺得蔡碧如現在也知道這件事情 但也不以為意 但為什麼柯文哲要把這樣丟出來 他要跟各位 所以觀眾朋友告訴一件事情說 我跟碧如之間沒問題 他為什麼要表達這樣的訊息 因為當然 他如果跟蔡碧如出問題 那就大問題 因為第一個蔡碧如代表的是什麼 他黨內的二把手 第二把交易 再來第二件事情 蔡碧如代表的是 藍白河之間的那座溝通的橋樑 再來第三件事情 請問如果蔡碧如受傷 柯文哲會不會受傷 當然也會跟著受傷嘛 所以你一直想說 他心裡面最大的噩夢 是當有一天蔡碧如變黑黑 那就可怕了 那我就問 現在蔡碧如跟他關係 是不是落吉落離 那是由誰發動的 蔡碧如發動的 蔡碧如不斷地抱怨 說主席都不來 主席都不照顧 都沒錢 然後主席如何如何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看到這些 緊急訊號亮紅燈 會不會覺得很害怕 當然會害怕 他說他會怕蔡碧如 怕死了好不好 來到這邊還怕說 變成分走擂台 想說碧如沒事吧 我們沒事吧 我跟各位報告啦 今天柯文哲說 我跟蔡碧如 你從兩個人講話 詮釋的態度就知道 我跟他聊台中未來的發展 九分鐘能聊什麼台中 我跟各位講 他絕對只問一件事情 碧如 你接下來要怎麼辦 你要在哪裡 他在問一件事 你到底是魯秀人還是我的人啊 柯文哲想要問蔡碧如的事情嘛 區別敵我 就這樣一句話嘛 那你看蔡碧如怎麼回答他 蔡碧如說 沒有啊 聊天聊地 保健哥這句話就糟糕了 我如果今天跟你說 我聊天聊地代表什麼事情的 怎麼都沒聊 我跟你沒話可聊 這個話不投機半句多啊 天氣不錯啊 哎呀這個地板有點絲啊 這不像話嘛 所以顯然這一局已經證明了 柯文哲現在在面對蔡碧如這一盤 他去一下風 為什麼我說蔡碧如站到散風 而且蔡碧如已經取得他要得到的勝利了 來 各位蔡碧如最想要得到的勝利是什麼 他在臉書有寫兩件事 第一個 區議立委你要給我們重視 要來發展 柯文哲有沒有重視他 有下去了 趕快去了 見了他雖然把名字寫錯 但是至少還特別約他單獨出來談 對不對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 路線之爭 定毛嘛 民眾黨定毛是什麼 應該要綠白和還是藍白和 就是反綠還是反藍 那就今天誰贏了 反綠贏了嘛 因為黃國昌笑得很開心嘛 跟韓國瑜抱在一起嘛 整個路線定調 黃珊珊已經退區旁邊 沒有站在C位了嘛 所以我看到這個臉書貼 我怎麼看怎麼怪 你說蔡碧如的最新臉書 對對對 在我們錄影前半個小時之前 突然講說天氣很冷 踢足球好過癮喔 好好玩喔 跟國小生踢足球 我想說有值得發臉書嗎 我看到最後一句我終於懂了 大朋友勝小朋友勝之不武 交流 保麗哥這什麼意思 我在柯文哲旁邊30年啦 跟你這個剛來了 你還淺啦 我們今天藍白和路線 柯文哲聽我們的 剛好而已 最後再補一句 太久沒運動 純粹交流運動動動動動動的好 我寫第一子的名號 混江湖混多久了 你黃珊珊那時候 還不知道在哪裡 跟你剛好過招過招 沒有真的動殺招 剛好而已啦 所以說中間有這麼大的聲音嗎 還有我本來也 我本來看到這一張我很感動 他們兩個人主仆二人 見面了 而且拍這麼具有聲音的照片 搞了半天是擺拍 搞了半天柯文哲 是很怕蔡壁如離開嗎 我只覺得有一點 嘻鼻啦 嘻鼻 就是曾幾何時 蔡壁如是柯文哲的 心腹中的心腹 從他在台大醫院一路陪著他 一路到地下室也陪著他 然後進軍到北市府 大家知道柯文哲 剛進入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他什麼都沒有 什麼也沒有班底 唯一一個班底 他自己說的就叫蔡壁如 蔡壁如每一天為他殺盡殺出 扮演血滴子這種吃力不討好的角色 但是曾幾何時淪落到說 他只有在路邊才可以看到柯文哲 兩個人要講話要在路上站在那邊 找一個小地方站在貨櫃旁邊講 這真的很不合理嗎 真的很不合理 原本蔡壁如找柯文哲 在過去在市府的時候 只有蔡壁如可以進出市長室 隨時跟柯文哲面報基宜 蔡壁如在民眾黨的角色 也算是創黨之母的角色 他要跟柯文哲講事情 還得等柯文哲南下尋釁 然後兩個人在路邊找個地方談 都不能在餐廳裡面談 不能在房間談 不能在民眾黨的辦公室裡面談嗎 所以我看到是覺得有點虛筆啦 之前藍白剛分的時候 剛確定不合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25號那一天 好像就是25號還是26 柯文哲整天沒有行程 然後說他在他虛筆當中 然後那天我遇到蔡壁如 我說你要跟他聊一聊啦 柯文哲現在心一定很慌很亂 他之前就是被那一些人聽性殘言 被包圍住了 那蔡壁如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現在也聯絡不到他 他也找不到他 不知道怎麼跟他聊 我跟他講說 我覺得就算你晚上10點打給他 你也要打給他 他現在需要第三個聲音 那顯然這第三個聲音 從來沒有進到柯文哲的耳朵裡面 要不是尾牙事件的話 我覺得柯文哲大概也不會去 也不會理他 我覺得也不一定會到台中去喔 然後蔡壁如最近講一段話也非常 讓我覺得非常的奇怪 大家知不知道 黃珊珊也好柯文哲也好 不斷的抱怨 說都是外面的人在見縫插身 都是媒體都是名嘴 不斷的在談論民眾黨 然後在那邊造謠 甚至黃珊珊還寫了一個臉書說 他們已經在蒐集證據了 誰造謠就告誰 但是蔡壁如怎麼說呢 蔡壁如說 黨內同志不該以而傳而 我在這裡鄭重的告訴黨內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紀律委員會 應該出來講這件事 他已經告訴我們說 不是外面的人講的 就是我們民眾黨自己在內鬥 自己在黨內裡面 紀律委員會應該要出來 是黨內的人放的 很多的東西都是黨內的人放的 所以現在民眾黨到底出了什麼事 看著蔡壁如我就想到 古時候的岳飛你知道嗎 在前線作戰 已經缺兵缺糧了 然後要求救 那個回朝求救 又被這個大內總管擋住 然後一天到晚告訴這個皇帝 柯皇說 我告訴你蔡壁如有叛變之心 蔡壁如有叛變之心 你看他找了韓國瑜 你看他跟盧秀燕那麼近 然後柯文哲就是一天到晚 被他大內功裡面的這些殘岩給包圍 然後讓蔡壁如一個人在台中孤軍奮戰 蔡壁如如果選得不好也就罷了 還不會招軍紀 偏偏蔡壁如選得很好 對 所以民眾黨裡面或是柯文哲裡面 或是黃珊珊 對蔡壁如的忌憚 就像剛剛雨萱說的 又害怕了 原來你沒有靠我 你靠國民黨你選得這麼好 那你會不會想要靠過去 那你以後會不會不再需要 國民黨不再需要我柯文哲 所以現在確實我覺得 柯文哲對於蔡壁如 又愛又怕 又希望他繼續留在民眾黨 可是又怕他一走了之 然後蔡壁如就乾脆告訴你 我覺得台中比較溫暖 我要留在台北 我車子也買了 房子也準備買了 好 文哲 要講林卓水今天突然丟出了一個東西 他說曲召祥分析 黃珊珊代表民眾黨發言 就像是柯文哲的替身 他說沒有 他說你看 最近一連串的撕毀六項協議 在軍越發言 左瞄右瞄 蔡壁如不能參加尾牙 他說根本柯文哲是黃珊珊的替身 卓水是這種大師級人物 他怎麼會突然間就關心黃珊珊跟柯文哲 誰是替身 替身是誰 對 這個是很奇怪的 他也不會關心這種小事情的 這個太小的事情 他突然間關心這個事情 換言之長 他這個文章的背後 有他其他的動機存在 這第一個了 那我今天聽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說黃珊珊到立法院之後 他自然就是會跟柯文哲的關係 會逐漸的慢慢疏遠 對 因為他的重心會到立法院 第二個呢 他也確實 他也非常頭痛 柯文哲也很頭痛蔡壁如 蔡壁如最近幫惹很多麻煩 不斷用民間很多聲音 點出很多所謂的民眾黨的權力矛盾 對 那這個權力矛盾 在舊立過年以後 也會告一段落 因為我所知道 蔡壁如也會在台中安定下來 安定下來之後 他就會跟柯文哲也維持一個 遠距離的一個美感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換言之講 在過完舊立年或2月1號以後 這兩個女人對柯文哲的影響力 應該都比較衰退 而相反的執行她任務的 就是周宇修當她的秘書長 她就會回到一個她的小朝廷 來掌握她的運作 這是目前最新的情況 好 回到您剛剛講的問題 為什麼佐水關心這個事情 關心這個事情 又加上剛剛雨萱關心這個問題 跟淑慧提到 為什麼今天黃珊珊會講說 請國民黨不要罵我 不要再打我了 國民黨不要再打她的原因 是她出自於她先打人 對 她打遍全台灣的 她打遍全台灣的重要人物 搞得大家都要非打她不可 她先挑釁鬧事 但是在520之後 她就沒有力量了 所以為什麼柯文哲要把她擺到立法院 要慢慢慢慢跟她 漸行漸遠的原因 包括今天的這個畫面你看到的 她都由黃國昌來主導 對 這個立法院 這個一定是柯文哲拍板 因為今天柯文哲不可能是這種情侶 就是今天一定是黃珊珊在這邊 因為照理講她是不分區第一名 應該是她是門面擔當啊 不是 她你看她前兩天黃國昌的 對於她的恭恭敬敬的 而且在她面前撈得像小弟一樣的 怎麼突然間 黃國昌變老大了 變成黨團總召 黨主席的身份出來 所以這裡面權力的態勢 產生新的變化 而她今天卑微到 請國民黨不要打她這件事情 可是我告訴你 國民黨承諾這個有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會打她的人是我要打她 我會持續打她 國民黨怎麼能夠控制我呢 而我打她的原因 也不是因為我討厭她 我是因為配合賴清德的政策要打她 什麼叫配合賴清德 當然是賴清德 就是賴清德現在要 因為你知道我們媒體 如果有爆料的話 本身是大加分嘛 調查報道 而且媒體的調查報道 如果達正成功才有意義嘛 對不對 每天罵了一大堆人 每天都很呱噪 結果沒有一個人垮台 大家每一個人觀越做越大 我不是變成神經病 對 可是我已經看到我們今天的新的總統 準備要出殺招了嘛 他要出殺招 對啊 他要開始要談到青年嘛 談到青年我第一個 剛好你們這個主僕二人 柯文哲跟這個黃珊珊兩個人 有那麼多的疲漏可以打嘛 所以我就借著這個大的風啊 起風了嘛 往這個起風的方向去打貪腐了 把柯文哲跟黃珊珊列為我的主要工作目標 也是迎向未來的主要的風向 好 聽會 另外就是今天對台灣非常熟悉的一個日本的媒體人 野島崗 他真的非常想說 大家都忽略了 柯文哲的角色 柯文哲的角色不是大家想像的那麼單純的氣中堡台 不是 是整個台灣內部 內部社會的一個矛盾 他說中國已經注意到了 而且中國在未來會投入更多的資源給他 對 我們在節目中有講過 北京非常注意台灣第三勢力的產生 柯文哲就代表的是第三勢力 他跟以往的第三勢力不太一樣 以往像宋楚瑜他們是從國民黨分出去的 現在他不是 他是代表一個什麼 台灣新的年輕人聚集的一個對象 那他有別於以往就是說 這些年輕人可能他不是支持國民黨 但是他要不要去支持民進黨呢 北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台灣未來的年輕人 繼續支持民進黨 因為你讓民進黨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就難以處理 所以他現在來講的話 顏導剛判斷的沒有錯 而且北京觀察的就是現在這個問題 他也提到一點 就是國際社會常常把焦點關注在說 美中台關係或是中日台關係 未來什麼變化 其實不是 他應該要更關注台灣內部 這個柯文哲的現象的出現 到底會對台灣的政局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他提出有兩點跟國際社會觀察不一樣 一個就是說這一次的選舉議題 兩岸是在民生議題以後的 後面的 也就是說 民生議題優先 對 民生議題優先 這民生議題是誰關注的 就是年輕人關注的嘛 所以他基本上就認為說 第一個他要關注到年輕人的走向 未來的一個看法 第二個問題他提到了 就是說柯P和所謂的民眾黨 他在整個台灣的政壇上面的運作的價值 其實是被北京看到的 所以這個北京未來就剛才你提到的 會繼續投資這個柯P 或者是投資這個民眾黨 當然現在柯P他就在耍招數給北京看嘛 我認為他也在騙北京啊 我在騙 對啊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不這樣的話 北京怎麼會來投資我 怎麼會來支持在我這一邊呢 因為至少他 怎麼講 他其實 北京看到的是國民黨不斷不斷一直在往下走 年輕人沒有去支持國民黨 大概都是老年人 那年輕人在哪裡 年輕人是台灣未來的希望啊 如果距離在柯P這邊的話 就足以有更大的力量可以對付民進黨嘛 所以現在北京就是說 未來投資柯P的這樣一個走向是對的 但是也北京必須要很小心的是 因為柯P常常翻臉不認人 常常會騙對方 所以如果說 他誰都騙 對 誰都騙 連北京都騙了 所以就是說 他現在北京必須要小心了 這一號人物 他能不能代表真正的領導台灣的第三勢力出走 而這個有別於藍麗兩黨之外 今天黃珊珊跟蔡壁如一直講說 民眾黨內有兩個女人的一個戰爭 然後蔡壁如也不以為 沒有啦 而且她很妙喔 她說都是黨內放話 她說誰是黨內放話 黨這麼小 還有人要造謠 很確定 她說 放我跟黃珊珊不合的是從黨內的 不管真的還是假的 她就認定很清楚喔 那另外 黃珊珊講 我跟他沒有任何的任務 沒有 我跟他有不好啊 可是嘴巴雖然這樣講 可是今天有人注意到 而且你注意到 他今天在柯文哲的旁邊 他提到了這個所謂的蔡壁如的時候 他的表情會說話 抱歉 話都是可以講講 但是很多細微的動作 或是一些肢體語言 甚至你不經意講一句話 其實那才是真正的關鍵 我怎麼這樣講 因為今天柯文哲出來 大家一定會問說 你們昨天為什麼 沒有邀請到蔡壁如這樣一件事 你知道一開始的時候 問到蔡壁如的時候 你看旁邊黃珊珊的表情 是這個樣子 黃珊珊表情是這個樣子 一場吃飯有的時候 主辦單位露了通知 或者是有通知 對方沒有接到都是有 黃珊珊踢到這個尾牙的事情 是 表情是這個樣子 然後柯壁馬上就說 這個真的是個笑話 昨天的Google熱門的 這個是什麼民眾難為 那我們就選舉輸了一方 政策局都一直罵我 不要拿一點小事 這樣無限擴大 他沒有講到蔡壁如的時候 你看這個黃珊珊 又笑開了 但是馬上就開始說 為什麼又沒有 所以有通知蔡壁如嗎 你看黃珊珊馬上臉表情 又不一樣了 又變了 對 那柯壁又說沒有 又皺眉頭了 你用LINE就可以了 吃一頓飯也沒那麼嚴重 這個不用在媒體上 搞得這樣大小的 你看 這個黃珊珊聽到蔡壁如 尾牙這些事情 要不要參加尾牙的時候 她表情就怪怪了 但是聽到不是這些事情的時候 她其實表情就比較好 所以你知道她其實聽到 蔡壁如這幾個字的時候 她臉上都會出現不太一樣 沒有比較沒有障礙 你看到其他所有的人 表情都一致 都是微笑 連黃珊珊在後面 那個表情都是一號表情 可是 黃珊珊的臉也太有戲了吧 沒錯 你看旁邊林國城 他們都這樣 可是等一下黃珊珊 一下臉嘴一下皺眉 對 蔡壁如就開始皺眉 開始有點這個眉頭深鎖這樣子 不是蔡壁如的時候就笑開懷 所以她聽到蔡壁如的時候 真的大家都覺得 她真的有一點點心裡 不一樣的這個味道 好 那當然啦 結果人家問說 那蔡壁如有沒有通知 蔡壁如就確定說 沒有人通知我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昨天李友宜 還有這個所謂的民眾黨的 這個陳婉輝都沒有出賣 我覺得現在是這樣 陳婉輝今天很緊張 是 她說 有 我被通知了 對 好 那其實你看現在是這樣 民眾黨裡面現在 引然變成什麼 這黃珊珊跟這個 這個所謂蔡壁如 或是說外派的這些所謂戰將 有一點點互相的 有點就漢格的這個情形 簡單來說啦 因為這次的這個 作戰的過程裡面來說 他們這些被分配到外面去的 沒有任何的資源 現在資源都在中央這些人的手上 所以你知道 大家互相增資源的時候 不好意思 這時候就是要拉幫結派 要把這些所謂在外面的這個戰將 我要把它排除在外 所以你說他們有路線之間 當然這一定 這每一個這個 我跟你講 每一個群體裡面來說話 你知道外派的武將 就是他們 我們可以把這些蔡壁如 李友這些 定義成武將 那他們這些在黨中央就是文臣 文臣跟武將很容易會變成 兩邊路線不一樣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這樣 你可以啊 從很多細微的動作 你看 原本蔡壁如在 他在中一選區選得很辛苦 中一選選得很辛苦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們不是有KTV嗎 他候選人的證件影片 可以幫忙排上KTV的時段嗎 幫忙播出嗎 有人可以回應我嗎 我已經詢問兩個星期了 欸 保健 我在中一選區打仗 我有證件影片想要播放 可是我問了兩個禮拜 沒有人來幫我回應我 沒人理我 那我們就很好奇說 那KTV當時在播什麼 播乳癌防治講座 播什麼 社務縣保健講座 KTV有時間播乳癌防治講座 有時間播社務縣保健講座 就沒有時間播蔡壁如的證件影片 那KTV誰在主管 當然是由陳之涵或黃森森 他們在黨中央在主管 這些所謂中央勢力 結果沒有 我一個戰將 你跟他我上個節目也不行嗎 沒有 那你也用乳癌防治講座 還有社務縣保養講座 那你就覺得 你如果看在蔡壁如的眼中 你覺得他會怎麼樣 他怎麼想 他當然覺得你們把我這個 發放到邊間 不是 那些偉大 真的不通知他 對 好 那你結果人家 記者就問他了 就問這個蔡壁如 就說那你這個 你到底跟這個什麼 整個黃珊珊合不合 他說我們也沒有什麼 沒有任何的不愉快 也沒有任何 所以呢 第一個黨內同事不該 以而傳而 我在這些正中的高處黨內 我不曉得黨內有沒有 基里委員會出來講 這樣傳言對我三三都不好 那黨內到底在搞什麼分話 我覺得大可不必 我跟三三真的沒有怎麼樣 也沒有什麼不合 因為很少接觸 某些程度來說的話 他只是說沒有不合 但是有沒有合 也沒有這樣 而且重點是 是黨內放出來的 而且他最後講了一句話 他說那所以 有人就問他說 那你要不要加入國民黨 他說這個問題更無厘頭了 這是蔡壁如講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那你哪裡有溫暖哪裡去嗎 這個太無聊了 問題我不回答 他說哪裡有溫暖哪裡去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國民黨有溫暖 民眾黨沒有溫暖 他講出來這個意思是這個意思 所以那事實上你看 我就說嘛 目前為止 你要說他跟這個 這個所謂民眾黨裡面 W星姐 你從他很多蛛絲馬跡 都可以聽得出來 所以你看他這幾天 就開始去上了這個友台 友台原本是 民眾黨黨中 他說不能去 他就去啦 所以他事實上現在沒有錯 現在民眾黨裡面來說 真的有一股勢力 至少是蔡壁如跟黃珊珊 他們兩個人不合 這個其實是 搬在檯面上的一個事實 好 宇軒 今天你的客人都講 怎麼Google搜尋在這個 前面的排行榜 是吧 民眾黨的尾牙 一個尾牙鬧得這麼大 有必要嗎 不就一頓飯嗎 可是你看底下很多留言 那不是一頓飯的問題 那是尊嚴的問題 如果你可以這樣子對蔡壁如 你對誰不是這個樣子咧 本來剛才講一個重點 文成武將之爭沒有錯 但文成武將過去真的是什麼 皇上關愛的眼神嗎 但如今關愛眼神已經確認了 在誰身上 黃先生 在文成身上 在黃珊珊上 為什麼各位 剛剛柯文哲我們剛才講一大段 你以為他是在罵媒體嗎 他是不是講這麼小的事情 這個很無聊 把媒體鬧得這麼大 不應該啦 沒有必要 我們這個私下的事情 司機結局少 他其實在罵的是誰 他是在回應蔡壁如的講法 因為是誰 他在罵蔡壁如 我們昨天不是講了嗎 是誰讓這件事情鬧大的 蔡壁如耶 如果他沒有在鏡頭前 眼神放光說 蛤 什麼鬼啊 我不知道 這件事情會鬧這麼大嗎 等於是蔡壁如一刀一刀的 跟柯文哲叫板 柯文哲回應他了嘛 所以你說那是蔡壁如的叫板 對 柯文哲回應的是什麼 正知悉了 不用鬧得這麼大 家務事不醜 家醜不外揚 他在回應蔡壁如嘛 但是我就講 所以他覺得 蔡壁如是在叫給他聽的 當然嘛 那是不是馬上他就回應你了 否則柯文哲幹嘛那麼無聊 他今天第一題畫了一大段篇幅 然後就跟大家一直在聊這個 倉慧的事情 對不對 但其實蔡壁如有沒有他的目的 當然有 過去文哲武將 我們講 選舉期間 還可以有這個朝夕相處 還可以平衡 對不對 大家不會鬧到檯面上 但今天為什麼蔡壁如 一招一招接著一招 先是衛生紙 說柯文哲否定期 然後開始鬧倉慧的事情 然後到今天 他上去哪裡 他去KBTV 過去都不能去耶 他今天突然去KBTV 剛剛講 在選舉的時間 他不斷的講 我的這個競選廣告 有沒有可以把我脫播一下 我都已經問了兩個禮拜了 都沒有人理我 那我們就看到這段時間裡面 又撥乳癌防治 又做社會的防治 什麼奇奇怪怪的題目都有 就是沒有蔡壁如的競選影片 過去這一段期間 蔡壁如有沒有跟柯文哲鬧 沒有鬧耶 他選舉時間 他完全沒有跟柯文哲鬧這件事情耶 他今天就上了 對 李友宜也上了 對 那為什麼這些人通通要上 你會解讀說 代表說黃珊珊跟蔡壁如和解了嗎 是不是這樣子 才不是 這代表一件事情嘛 蔡壁如要走入戰場了嘛 他今天準備要開殺了嘛 因為過去蔡壁如對於黨內失誤通常 碰也不碰 他都說我專心經營台中就好了 我專心定義地方就好了 但今天你知道他上了這個KBTV 寶貝哥他講了什麼嗎 他講什麼 他談政府院長之爭 怎麼會跟他有關係的事情 但是沒有他要開始介入到權力的核心了嘛 因為政府院長之爭 過去小吵小鬧 你要只是要爭取關愛的眼神 我還可以跟你不計較 但如今蔡壁如為什麼打算要加入這個戰局 你看喔他政府院長說什麼 蔡壁昌跟我在台中打得這個如我如土的 你要我怎麼支持他下去 他在叫反他喊話嘛 等一下 他跟黃國昌的立場一致了 對所以各位 講到這邊就重點來了 對他跟黃國昌立場一致了 蔡壁如跟黃國昌 我說他們兩個的最大的旗幟是什麼 不是文成武將啦 是我們拿著反綠的大旗嘛 我們今天就是踩著反綠的大旗嘛 如果你未來民眾黨真的被你黃珊珊一手主導 跑去票投民進黨 要求由錫坤票投的蔡壁昌 請問我蔡壁如還要不要在地方混 我民眾黨招牌我怎麼跟你混下去 我走去跟國民黨合作人家講 你們小綠 你們民眾黨小綠 我就跟年輕人敗票說 你們民眾黨小綠 小綠 我混不下去了嘛 所以你動到我根本的核心利益 我當然得要殺回來黨中央跟你輸贏嘛 所以你說黃國昌昨天那個講話也是故意的 對嘛 黃國昌今天講話也講了 今天他罵誰 他罵賴清德 那你今天看 當柯文哲罵蔡壁如一次的時候 講說愛不應該這樣炒作的時候 其實剛剛黃珊珊就笑了 他揍眉頭的時候 蔡壁如攻擊他的時候 他才會揍眉頭 柯文哲替他講話的時候就笑了 所以很顯然的 今天民眾黨原本的這個兩個女人戰爭 已經衍生到未來的兩條路線之爭 因為這個時候蔡壁如玩的東西是很務實層次的問題 沒有利益計算 沒有真的動到誰新聞 沒有動到我的要害 我才懶得跟你囉嗦 而如今我們今天回潮 就是要確定這件事情 民眾黨不能走小綠路線 未來的民眾黨只能走反綠路線 而這個才是真正黃珊珊跟蔡壁如兩個人 爭鋒交對的一個焦點 你跟黃不昌 你跟蔡壁如兩個都非常熟悉 我這樣聽一聽 他們兩個立場一致 反這個誰 所以保折哥我說我看不懂嗎 你又看不懂了 我問你齁 民眾黨今年有多少的立委候選人 區域立委候選人 我告訴你10加1 只有10區 全台灣73區只有10區喔 一個原住民喔 所以10區當中誰選最好 蔡壁如 蔡壁如 蔡壁如跟誰選 蔡其昌啊 那你現在還在考慮說要投給蔡其昌 我是不懂啊 所以我說我真的看不懂民眾黨啊 如果今天是你的話 譬如說如果你今天是國民黨 你輸給了誰 叫國民黨有可能去投給這個賴清德嗎 賴清德打贏了侯友宜 不可能嘛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民眾黨還沒有辦法告訴他要投給誰 就是這個怪事 所以你說今天黃國昌他是因為揭蔽 他特別對著新潮流 各個派系 所有的這些之前的包含著 國營事業什麼 他就要猛打嘛 他回到立法院他說兩年多 他就是要打這個 所以他怎麼可能 就跟著這個團進團出 如果最後要投游席棍的話 他當然不願意嘛 可是他不願意他又 他又不想要就是違背黨裝的意思 所以他先在做決定之前 因為今天是26號禮拜五 按照柯文哲的說法 如果一切無誤的話 是禮拜天才決定 那禮拜天決定之後呢 決定我們要投給誰了以後 然後說請禮拜一的時候各黨來 這我又第二個不懂了 你不是決定了嗎 你禮拜天要決定了 你禮拜一說 對不對 我這樣講大家忽然有沒有發現 對耶 你今天禮拜天就要決定投給誰了 那你講好1月28號是你的底線啊 那你1月29才有可能要來拜訪啊 因為1月29才禮拜一啊 你是要叫韓國瑜禮拜天 去跟你們民眾黨 一起去台北開會喔 這是不合理吧 第二個 有一些困難到禮拜一 1月29才會被提名 或是說在黨內程序中 確定就由他來參選 他才能去拜會嘛 我剛剛已經是前段跟大家講 兩個都會去拜會啦 可是拜會不是去求票 不是去低聲下氣 那你今天128就要做決定了 那我129還去幹嘛 所以照你講 其實民眾黨確實有很多 讓我看不懂的地方 那你今天去問政河一個 跑立法院的記者 也會很明顯發現說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就是還是存在於那個 要聲量 要面子 而不是要理子 真的要理子吧 結果我跟你講 不是去要院長副院長 被要什麼 今天他只有八席立委 他看可不可以換到一個委員 或兩個委員 招委再來是重點吧 招委可以排議程 而且很多東西在有委員會 就被卡住了 招委是實打實的 可是他沒有在談招委吧 你立法 我不知道 我覺得 這倒回來講 黃哥會比我更熟 我覺得藍綠根本 不會有人跟你換招委 招委那麼重要的東西 我未來要立法院長副院長 你看民進黨 現在這兩天的做法 就是我 柯健平怎麼講的 歡迎你 起立來歸 要的話就來 我不會去求你 因為就算沒有 民進黨已經做好了 因為柯健平講得清楚 曾經27期過 一樣是搞到天翻地覆 大鬧天工 沒有在怕 所以當藍綠都已經做好了 即使沒選上 也不會影響他們在立法院 那個52票加2 51票的那個實打實的權利 所以 現在是給你民眾黨 一個表演的空間 也希望你能夠投給藍或綠 但是不會為了讓你那8票來投給我 我犧牲一切 把什麼都抵押給你 賣給你 把女兒都嫁給你 不會 我覺得藍綠不會在柯文哲面前妥協 只是等柯文哲最後做決定 而且藍綠都做好了 就算沒贏 也不會影響到立法院的實質力量的那個結果 好 董事長 這邊你也非常熟悉 蔡皮如 他今天看起來很委屈 可是 這個委屈的背後是以退為進 跟柯文哲叫板 叫板到今天 柯文哲不得不出來收拾散後嗎 我覺得柯文哲很意外 有關這個吃飯這個事情 當天我第一天的反應就是 柯文哲應該不是很清楚這個狀況 所以現在事實證明 柯文哲確實不是很清楚 而且這個整個事情確實是 黃珊珊主導的 我問得更仔細以後 然後蔡皮如在這個 餐會的前兩天 其實他就跟他另外一個朋友打電話 那他朋友就跟他說 明天過兩天我們會在這個 某某地方有餐會 有感恩餐會 要吃飯嗎 但是我們碰面再聊 再聊一些別的事情 蔡皮如說我不知道這件事啊 所以蔡皮如是在兩天前 就知道有這個餐會 而他沒有被邀請 對 他早就知道了 但這就是黃珊珊欺負他而已 這也沒什麼了不起啊 那當天黃珊珊不是只有欺負他一個 欺負很多人 不是另外一個 清北的一個也沒有錢嗎 李友依 他當天請了快二十桌 都快三十桌了 都是黃珊珊朋友為主 黨內有一些人啊 就是黃珊珊耍個大牌 他老大 然後就耍一耍 然後弄了一個 在阿國那邊牽個面子 這個 其實那個餐會意義不是很大 都是他們的一些好朋友 那什麼餐長啊 還有一些什麼網紅啊 這一類的 對 就是主要是秀黃珊珊的實力為主 那當然這個 這個蔡皮如是不受歡迎的 不在那裡邊 不受歡迎是烈的 那蔡皮如要把這個事情 搞大這個事情 也不是故意的 反正你問我就告訴你嘛 那會不會不爽 當然不爽啊 怎麼會爽 因為蔡皮如很重要啊 你知道嗎 蔡皮如非常重要 就搞不清楚 這柯文哲知道拆不如重要 不敢跟他斷嘛 因為未來下半段的 520以後的 賴清德真正的出招 我現在還是講一個問題嘛 賴清德四年後 要能夠 能不能夠他的票能成長 是不是跟柯文哲發生直接關係 對 因為藍綠 因為藍綠的票不互動嘛 白綠的票會互動嘛 對 柯文哲票多 賴清德的票就少 所以今天對賴清德而言的話 這個白綠的票互動在年輕票這個問題 他不解決掉的話 他下次沒辦法選啊 對 這是賴清德的誓命金嘛 但是核心在哪裡你知道嗎 核心在他還有 國民進黨還有司法權耶 司法權要讓他的命他不知道啊 他知不知道 他不知道怎麼辦 他的一個立法委員高 高鴻安 46萬就被起訴了 你這個柯文哲一定要出大事情 而且不把你幹掉 賴清德請時難安啊 喂 我們正在講的 周天的那個餐會 居然什麼 蔡幣沒有到 李友宜沒有到 那我們講 那很多怎麼參與選舉的人 都沒有到 可是今天有沒有 陳婉會馬上講說 有啊 關於1月24號的趕婉晚會 我有收到邀請了 其實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要查證 所以呢 其實我剛好認識這些人 所以一個一個去查證 我查證的人數 超過五個以上好不好 所以當事人都有問了 我先跟大家說 陳婉會沒有去那個感恩餐會 先講一點 很多人在糾結說 那不是尾牙 那不是尾牙 誰管你叫什麼名字啊 你今天叫打牙記 叫感恩餐會 叫尾牙 叫吃一個飯 或者是義無反護爽一次 都可以啦 反正就是那個場合 誰有到 誰沒到 誰知道 誰不知道嘛 就這麼簡單嘛 我舉個例子 我為什麼拿民進黨來講 當這個賴清德能夠把民進黨 所有當選人 去一個他的共識影中 你們好好讀書喔 不要去上卡拉OK喔 然後落選的人呢 找到萬里去 那不是他家啦 他一個餐廳 跟他們講說你不要放棄 還找下面請 打給休息 我也落選過 給你們打氣 那大家就忙講啦 我好朋友高嘉宇為什麼沒有去 他就那天有公寄 如果高嘉宇今天跑去的時候 蛤 我們民進黨的人跑去萬里吃飯 我不知道 一樣變新聞嘛 一樣變新聞嘛 所以今天蔡壁如跑出來跟大家講說 蛤 什麼偉牙我不知道的時候 他變新聞 不要又在那邊 背後被迫在妄想症 又在弄我們民眾黨了 就事論事是民眾黨的地區 台中一選區的立法委員的參選人 選很好的蔡壁如說 我被忽略了嘛 那所以大家都跑去問了 那這個是淑慧去問 他問成晚會 蔡壁有沒有去那個參會 把覺得沒有去 他為什麼不去 因為他有事嘛 他可以去他沒去 但不是喔 只有他嗎 那我問你 張綺路也沒去 張綺路秋成遠 賴香琳為什麼都沒去 對不對 為什麼都沒去嘛 為什麼 我沒有辦法替這些人發言 你應該講說 這些人即將離開民眾黨 因為他們已經不是下一任了 他們都是賢命跑去選區域立委 不分區 而且陳婚還特別 陳婚還他當多久 他是高宏安 2022年學校信徒上 他才訂不上去的耶 黨內本來有人講說 他才剛當多久 他應該繼續當 結果後來他也去開槍屁肚 現在沒有贏嘛 後續有安排嗎 大家注意到這邊 他的開頭還是立法委員陳婚還會 我跟你講對齁 現在立法委員還是他耶 2月1號才不是啊 可是現在以立法委員自居的已經是別人了 重點在這裡 保健哥 因為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好 這個臉紅脖子粗的 民眾黨就只有5個立委 我今天總統選完以後 這5個立委務必通知務必到嘛 他還是立委喔 對 第二個民眾黨只有10個立委參選人 你怎麼可能不叫呢 你看我剛剛講那個參會 連台東賴昆城 台中江兆國都去了啊 所以倒回來看 今天確實沒有 那民眾黨現在有個說明 跟大家說 我們還有北中南東四場另外會有 可是我跟大家講了 我就講我個人看法 北中南東都是區域的 但全國這一場 網紅都可以到了 為什麼這幾個人不能到 你要通知好嘛 那剛剛那個董事長跟大家說明 我問了相關當事人了 民眾黨怎麼通知他的 第一個 並不是高層通知這個蔡壁如 而且他也不是通知他有這一場 他是說有個感恩參會 而且保全克是23號傳喔 23號傳24號就要吃 而且24號蔡壁如自己有通知 你今天吃飯 要尾牙都兩個月前就講了對不對 所以他通知的晚 內容都講的不清楚 所以以至於蔡壁如根本不知道的狀況之下 之後他安排在台中該卸票 他還要跟雲台中 然後以至於記者問他的時候 他講說我不知道什麼尾牙 那搞到大家天翻地覆 為什麼 因為你的細節就是沒有做好 比起國民黨跟民進黨 民眾黨很多手勞 不夠油啦